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葛亮老来得子 在46岁的高龄才有了第一个儿子 诸葛詹 诸葛亮也知道可能在他去世后 有人会对他的孩子们下手 于是他想了很多应对的方法 诸葛詹在历史做了一件事 就是因为这件事让他被历史铭记 在蜀汉生死的最后时刻 他严厉地拒绝了魏的招降 他杀死了魏的使者 最终与儿子诸葛上一起战死 之前说过 在刘备死前 他要求儿子刘缠把诸葛亮当作他的父亲 刘缠也做得很好 诸葛亮在北伐期间多次给刘缠写信 有一次诸葛亮的秘密信给刘缠说 如果发生不信之后 很多事应该怎么办 并且在信中多次提到儿子诸葛詹 刘缠不傻 自然知道诸葛亮的意图 当诸葛亮去世时 诸葛詹当时只有八岁 考虑到朝中一些人会对自己的儿子下手 他们又发了一封信 这次诸葛亮很聪明地将所有事情都交代清楚 他给他的儿子留下了八百棵桑树和十五公顷的土地 诸葛亮向刘缠解释了他的脑底 这也表明留给儿子的家庭财产只能维持日常生活 不会有额外的钱做其他事情 果然 在诸葛亮去世后 刘缠没有辜负诸葛亮的委托 像父亲一样照顾诸葛詹 渴望他快快长大 当诸葛詹年仅17岁时 刘缠让他与公主结婚成婚 他们都成了夫妻 诸葛亮的政治对手也没有别的想法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